你还有力气讲话 在家 谁啊 这儿 查出 停 你是谁啊 这是私人住宅 外人不能容带 我不是外人 我在这儿工作 不好意思 我们不认识你 你们怎么不认识我 我们之前天天见 你们昨天还把铺倒在地上呢 我今天就没带头亏而已 昨天那个人是你啊 我跟你讲 我最近减肥成功了 你还好吧 就是你这眼神 减肥也没有用 你这脸被挡住了 身材那也没啥看点 我们怎么可能认识 行吧 就是没什么看点 那我现在能进去了吗 行行行 你现在还是不能进去 昨天许总 把我们教训了一段 跟我们说 要我们严加看守 所以我们得给上面 确认一下你的身份 那赶紧给你去逛航打电话 那不行 我俩的权力还够不到 直接给徐总打电话 要我问问雷娜 你叫啥名 姜可乐 职位 首席宝洁 还挺狠啊 喂 雷娜姐姐 我是小涛 门口有个什么叫姜可乐的 说是咱们 白衣室的首席宝洁 那可以放他进去吗 好嘞 好嘞 明白 欢迎加入药娱乐的大家庭 不用了 你们并没有让我感觉到家庭的温暖 我知道为什么要你们跑半马吗 接受惩罚 知道为什么要接受惩罚吗 知道为什么要接受惩罚吗 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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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嘞 好嘞 地坛里面是什么东西 它不是个东西 是个女人 现在知道为什么接受惩罚了吧 知道了 我一开始演讲举报台 但我太害怕了 露口 所有非要使他带来的东西 许念也同意他留下来了 我 我也没办法 你傻子帮你推卸责任 他来的东西你一样没想吃 许念 你为什么同意他留下来 他说服着奶奶受伤了 来顶替几天 我一想情有可原 就同意他留下了 情有可原 情有可原就加 加 陆肖呢 他从来没有同意过他留下 你还有力气讲话 再加 为什么帮他们隐瞒 不说是吧 加 加 全马